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谁才是古装一姐? 杨子赵丽颖是装同款造型,身材对比太明显 这两年靠着古装剧起家的除了赵丽颖,还有就是杨子了 仙霞剧一开始被带红了之后,很多人就开始拍摄一些小说改编的古装偶像剧 不得不说这样的电视剧也是真香,可能也是因为剧情很多人在现实中没见过 所以拍成电视剧才会尤其的受欢迎 而很多的明星们古装扮相一旦出彩 走红的几率就会变得很高,所以这两年走红的古装男神们也是不少的 从花千古的时候开始,赵丽颖就已经是爆红的状态了,在那之前 赵丽颖一些小有名气的角色也都是在古装剧里面的 也说明赵丽颖对于穿古装还是有着一定的驾驭能力的 之前在知否里面的造型也算是很经典的 照片里面的赵丽颖穿着一件粉色的丝质长袍 粉色的礼衣上面还有很多金色的刺绣 瞬间就让自己的造型显得少女感又高级 盘发搭配其刘海 很简单纳的发饰也显得造型装婉约 本来赵丽颖长相也算是小家碧玉的类型 最近杨子也装了同个造型 在新的作品里面 杨子穿着一身梅红色的古装长袍 领口露出里面白色礼衫的领子 在衣服的袖子和领口边缘缝制的花朵装饰 也是很俏皮的感觉 长发一样是盘起来一半的 双丸子头也让杨子看起来更加的可爱 配上白色的花朵头饰 感觉也很不多 就是赵丽颖和杨子的身材差距确实是有点大 你们觉得呢 赵丽颖和杨子当年也是同框过的 不过那个时候的杨子正处于要过气的状态 照片里面看起来也显得有点怯场 赵丽颖穿着一件白色拼接灰色条纹的连衣裙 收腰的设计也显得赵丽颖的身材很纤细 一边的杨子则是穿着一件白色拼接蓝色和红色的一字肩上衣 搭配起短裤来也显得很帅气 那时候的无刘海发型看起来也不错 低马尾配上细碎的刘海 脸部看起来还是很大方的 现在走红了之后杨子的身材也一直都是处于肉感的状态 照片里面的他穿着一件粉色的一字肩长裙 淡粉色的丝质长裙更是瞬间就让杨子的身材呈现出完美的线条 因为收腰的部分加上宽松的裙摆就能够形成沙漏的形状 搭配上小V领又能够衬托出身材女人味的部分 黑色的长发扎成了高马尾搭配上流速耳环 看起来也是还不错的 在产后付出之后 虽然赵丽颖的身材还是看起来和之前一样又瘦又高 不过穿衣服的风格确实是比以前要大胆了很多 最近赵丽颖在节目里面尤其喜欢的就是穿露奇衫 照片里面这件浅蓝色的露奇体恤腰部的部分就好像是手动绑上去的 黑色的长裤加上马丁靴 白色的宝款位衣绑在腰部 更是让造型增加了一点层次感 照片里面的赵丽颖看起来肤色有点发黄 不过状态还是很好的 感谢观看